彌雄 初見 好 我們最後來到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會進入每位嘉賓總結發言的環節 而不然每位嘉賓會有分半鐘 為什麼我們先請擴議院做總結的發言 分半鐘 很感謝這裡的美女朋友 因為剛才我說過 這是我們這次超區最後一個論壇 在過去走過十幾個論壇 電視電台我都走過了 這次是我第一次的參選 一來過十年就全香港 所以今天對我來說是一個值得見面子來的 不是漏洪是句號了 因為這次的論壇呢 我是帶著一個奇怪的事情來的 因為我會覺得 我們香港的大學 不同的學府 仍然是要有一個可謂思想自由 學想自由的地方 大家不認命 不讀書 因為這個是香港人的精神 回到我這次的面對的挑戰 當然很大 但我能夠答給大家 就是今天星期四、九月一號 這次我開票箱之後 我不知道未來的世界是怎樣 但是 這一個不只是我們一個人 一個議席的特質 而是當我們能夠守得住 守得住建制派 守得住北京的壓力 所以未來的時間很努力 我是803 方向正月 希望你如果願意 給我們新世代一個支持 星期二我希望能夠 有你重來的支持 未來的時間 無論怎樣都好 香港都是我們的香港 大家不要放棄 我們這麼久以來 辛苦建立和你的價值 謝謝 謝謝 好 多謝黃議員 現在又請黃議員 總結身半鐘 好 多謝剛才那位 問獨立那個人兄 其實大家想獨立是為甚麼 純粹是不想大陸 弄髒自己而獨立 我真的想你不要想那麼多 我們將來不是純粹為了脫離大陸 而是我們要想香港將來要怎麼走下去 香港將來要變成怎樣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處理的問題 所以為甚麼我一直說了那麼久 就是到底香港將來的民主路要怎麼走 而不是純粹為了脫離大陸這麼簡單 而我一直都是在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強壯公民社會 這個第一步 而我和其他所謂的泛民主派 有不同的地方 也都和我自己文革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雙普選不是只有一個終點 以前泛民就是 有雙普選一篇都說了 雙普選就是目標 甚至有終點 不是呀 雙普選之後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處理 雖然我們要這樣 我們要有公投 剛才我舉的那些例子 雙普選都處理不了 所以問題就是 就是將來香港要變成的 而剛剛我剛才那件事情就是 我們整體社會的民主 全民角色 要做到片地開放 這個就是烏徒政府第一天害怕的事情 而當他害怕的時候 他才會真的和你一個對等關係一聽 到底是否給民主 甚至我們就要自己爭取 那這件事 當我們能夠爭取到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自己確定自己的將來 不是純粹等北京大陸 等中央過 好 多謝何議員 接著我們又選陳議員 總結三個小時 多謝 我1985年做區議員 86、87年就是 登水民主做過兩個大運動 8964 我曾經是想過去天安門支援學生 因為有些問題就最後沒有去到 而雨傘運動我都是去街頭 支持我們的青年人學生 在他們裏面有很多街頭罵我 做甚麼有些東西 搞香港又是經濟不前 我已經會在街頭和他們 慢慢地提醒 這班學生 這班青年人他們是為香港的民主 是為大家而導力 大家應該是支持他們 不是去罵他們 也不是阻礙香港的發展 而今天梁振英政府 令到香港 就完全沒有希望 所以第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能夠去支持 法文多些人 進去立法會 因為梁振英說 看完九月之後 才決定是否去 策選立法會 第二件事 不論是梁振英政府 或者任何一個是 特首政府 我很相信 二十三條基本上 都會在 現在這四年裡面 是會推出的 我陳詠心跟大家承諾 假如我當初的話 一定會是 因為二十三條而辭職公投 大家知道現在 因為剃褲機制 我沒有機會進入立法會 但是 如果我的辭職 能夠令到全港的市民 能夠一人一票 去用票箱 對這個惡法 是踢狗 令到全港的市民 中共的政權 國際社會 看到這個惡法 不應該全局 我願意做這個事情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 陳詠心 給大家一個公投的機會 去走一個惡法 多謝陳議員 現在 多謝陳議員 現在有請問議員總結 分半鐘時間 好了 剛才1985年 我們回到2015年 2015年 上一屆的區選 我的選區裡面 有五個套選人 有三個是同主派 一個中立一個建制 最後我們都打到最後一刻 被選民決定 最後選民相信 我們無實活動的方法 可以救到一個 我們看回上一屆 軍選 這些例子 比比街市 我們以為建制派內鬥 就會變成泛民 但其實又不是 以為 我們那些區 其實很多都輸了 所以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 民調是一個最大的因素 最大的因素 就是 究竟我們選民 如何去選擇 會不會去認爲 哪一個路線 真正可以救到香港 可以幫助香港 我們新民主公民支持 道上的研討 我們要的 在香港要重新的全面去規劃 無論是人口政策 無論是人員方面 甚至是我們的資源 甚至是經濟體系 我們能不能夠 有一天 和中國的關係去改變的時候 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城市 繼續生存下去 新一代 不是說我們要重複 30年前的抗爭 繼續重複民主抗眾的想法 我們是要想 香港作為本體 可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所以我們會進到立法會 我們會推動 研究究竟香港 怎樣作為一個城市 在這個世界 和中國的關係 我們可以怎樣走下去 希望大家支持新聞主動物 支持50年 謝謝黎議員 將來有請黎議員 三半分鐘 你總結時間 大家好 我自己做一個民間的 勞工團體 街坊中的服務處 當年以來 由85年 一直成立到現在 我們都很關心 機賊 藥勢 財務的權力 我們看到他們 一直都不能夠自主生活 的人不自主 所以一直以來 我們都希望 跟他們共同努力 去爭取他們 對他們合理公義的生活 所以我們有四句的口號 就是為民主出來 為人生出來 為人生出聲 為勞工出頭 為民主而反抖 我們知道 要改善民生的問題 不能夠那個民主體制度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將是 制政治和民生 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希望能夠可以 在這個民主體制下 讓我們基層可以多些自主 所以看到今次我們參選 有一個口號 就是基層自主 共同法權 因為見到 目前我們基層 藥勢老公 都被很多的霸權 所控制著我們 說了資本霸權 也有很多財團 用了整個衣食住行 連商場啊 街市民都霸亂了 因為是資本霸權 做了政治霸權 就霸權了我們 無論等於政府 甚至等於我們行政長 都是怎麼樣呢 不理分成 理分異 中國人直接 不理解決方案 我們 這就是政治霸權 所以我們今天呢 希望我們持續生活在 一起去共學霸權 在民學議會 內外 一起去做的 所以請大家 謝謝 議員也多謝 那麼多位議員 今天出席論行 在這裡提提各位 立法會選舉中 在9月4日 星期日舉行 希望那麼多位選民 都能夠謹慎 投下手中的一票 選出代表自己的代議事 保衛我們 真而重之的核心價值 那麼 在完結之前 我們請我們的主席 周俊浩同學 那麼 他這麼多位嘉賓 派包幾條分 多謝